有民眾到屏東的東港一家便當店單點了叉燒肉 事後PO網說這單點一份叉燒居然要六十塊錢 而且裡頭只有四塊肉實在是太貴了 不對此店家說最近豬肉價格上漲一斤來到一百七一百八十元 而且單點本來就比買便當不划算 此外也有民眾說是在墾丁大街買調製飲料 但是一杯又價五百塊錢也認為價格太高了 炸的香酥可口的叉燒擁有誘人的金黃色外皮 店員將叉燒肉切成一片片好入口的大小 它的底很舒服 外面有炸出來 沒有油耗味 每到吃飯時間便當店的客人絡意不絕 不過卻有民眾將購買的單點叉燒肉拍照PO網表示 單點一份叉燒竟然要六十塊 而且裡面只有四塊肉貴得要死 我也覺得貴啊 但是你可以不要給那個不 你不要給單點叉燒 你可以點單點別的啊 我單點我本來就是划不來 叉燒那個三層肉一斤就是180 有民眾到屏東東港這一間便當店 單點叉燒肉卻嫌貴 不過最近店家櫃台前也貼著公告 原物量不斷上漲 8月5號起全部品項調整五元 要跳跳的也變成啦 如果我吃起來就比較八 老闆說最近豬肉價上漲 已經來到170 180元 銷售成本不斷變高 而單點肉類和買同品項的便當相比 本來就比較不划算 另外也有民眾破網表示 在墾丁大街買調製飲料 一杯居然要價500元 如果說成本它本來就很貴的話 這樣調起來就一倍500是合理啦 萬物其長得花多點錢才能吃到美食 餐點貴不貴見仁見智 記者靈安屏屏東報導